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 Python裡面怎麼樣來寫視窗界面 那我們看到這邊寫的是GUI GUI的意思就是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就是圖形化界面 那在 這個Python裡面的GUI界面 它用的是TK的這個模組 那它其實從2點多版本開始就有了 那到 現在3.9也是沿用這樣的一個模組 當然裡面有很多改良的地方 它是一個open source 開放原始碼的這個 開發工具 它可以在Linux、Windows、Mac上面都可以執行 所以它是一個跨平台的一個介面 那各位如果有機會寫出來在不同的平台上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那個畫面的 樣子會有一點點出入 但是不會影響到你的執行 就是它是可以執行的 那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當它在2點多版的時候呢 GUI的模組 它是大寫的T 那這個TK Inter 它的原始的意思是 TK是一個 代名詞 然後後面的Inter是Interface 所以它把它縮寫成這個Tikter 那在3點 多版的這個模組底下 那它的第一個字呢是小寫 所以是不太一樣的 那今天各位在寫這個程式或者在網路上參考模組的 參考這些範例的時候 可能要分辨一下 如果你在3點多版上面寫程式 可是你卻找到2點多版的參考範例的話 那有一些寫法可能會不太一樣 要多注意一下 所以在 查找資料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下版本的這個 差別 好那這個 Tikter 它在 這個 Python裡面它是預載的 就是 本來你在安裝Python的時候就會載入的 所以不需要另外額外安裝 那在寫的時候呢 就是用 Tikter 然後呢 Import Start 那這個Import Start是因為它裡面有很多Widget 在Java裡面 這些我們稱之為component 比如說按鈕啊 Label這些都是屬於 元件的部分 可是呢在這個 Python的這個 Tikter的這個 模組裡面 它稱之為Widget 就是 一樣 是這些 這些 元件吧 就是按鈕 Label這些都是屬於 這個Widget 在Python裡面的一個概念 好在開始寫程式之前我們要先介紹一下 這個 在寫坐標的時候怎麼樣去計算 那 在數學上坐標在左下角 原點在左下角 在數學上是這樣 但是螢幕的話因為它在 畫這些點的 像素點的 值的時候它是由左上角往 右下角這樣依序過來 所以它是由左往右 由上而下的方式呢 光雜式的這樣子 鋪排下來 所以 各位可以看出來螢幕的 原點是在左上角 這邊呢是00 好那我今天要畫一個視窗 比如說畫在這邊 那要知道幾個資訊就是 你最 你這個視窗程式的左上角 是要在螢幕的哪一個 其實點開始畫 那橫軸呢称之為x 就是我們放在前面的數字 那垂直呢是它的y軸 是它的 放在後面的數字 所以假設你從150這個地方開始畫 那接下來要告訴它的數據 並不是右下角的值 而是要告訴它多寬 多高 所以 這個呢在寫視窗程式的時候呢 你要去畫它的範圍 也必須要 知道的是 這個 視窗的起始點 以及 這個視窗的寬多少 高多少 那這樣子呢才畫得出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要開始寫程式的話 這應該怎麼樣去 寫它 好那我們用 這個 Vscore呢 這個編輯器來寫 那 我們開了一個檔案之後 假設我們把這個檔名叫做 Demo1.py 然後呢我們要載入 我們要使用這個 Import的方式去把模組載入 所以我們要 Tint TK In 然後呢 Import 因為我們這邊的 呃 Python的版本是3.8 所以我們在這邊 Import的一樣是使用這個寫法 好那我們要寫第一個視窗 各位在網路上可以看到很多參考範例 有的人是叫root 有的人是叫window 其實都沒有差因為他就是最原始的那個承載的 我們叫容器 承載的容器 所以你要什麼名字都可以只要不要拿關鍵字來玩就好 那我們就window 所以看個人啦這沒有一定的標準 然後他等於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Import的Tint 所以我們用TK 括號 他就會扭出一個TK的這個物件 好那扭出來之後我們如果要把它顯示出來我們就打window 然後點man loop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執行看看齁 他視窗其實已經畫出來在這邊 我可以看到他這是在微軟底下畫出來他前面還有一片 應該是羽毛吧 然後這邊他的Title在這邊 好假設 假設好你要 告訴他我要在哪個地方開始畫 我畫多寬多高 假設要這樣子的話那我們要怎麼去做 好那接下來假設我們要指定這個視窗所在的位置 然後呢我們要怎麼去寫 我們可以用這個 我們用window這個物件 然後呢點去 Geometry Geometry呢他 在給坐標的時候很特別 在Java的話他是給數字 可是在Python裡面他是給字串 所以假設呢我要先知道我的視窗是寬600 高400的話 那我就是給他一個字串 寬600 乘上 高400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定義視窗的大小 定義視窗的大小 好我們來執行看看 他在別的視窗出現各位有看到嗎 這就是寬600高400的結果 好那假設我出來的 要 指定他位置 比如說橫向是100 高度是50的話 好那我要怎麼樣去寫 他才會成是一回合起來就在那個位置 好那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 很簡單喔就在這邊加 第一個加就是加 橫向的 位移量 橫向 位移量像剛剛的範例是橫向位移了100點 所以就100 然後接下來是歪軸的位移量 歪軸位移量所以你位移量比如說50這樣子 好那執行出來就會在 的確在我的另外一個螢幕出來就是像這樣子 那就在 橫向100高度50的地方開始畫一個 600乘400的一個視窗出來 好那假設呢各位有看到這邊TK對不對那假設你要在這上面的TITLE改一下 好那要怎麼做呢 那我們都知道視窗的TITLE了所以我們就 Windows點TITLE OK那TITLE你要給他什麼 比如說 First 這樣子 假設要以這個當名字那你執行起來 他就會幫你把名字打上去 這樣可以吧 好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去設定他的背景色 設定他的背景色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顯示他的 這個視窗的背景色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透過 我們可以透過config Windows 電 config 貨號裡面呢背景的縮寫是BG Background的意思 BG呢等於什麼顏色我們用字串去顯示 那字串呢各位可以用這個顏色的 名字 比如說Red 這樣子 那你執行起來整個視窗那就變紅色 樣子就像這樣 好那如果說你不知道名字你只知道編碼 比如說他的數字是 假設是這樣子 好那應該是一個偏藍色的一個 顏色 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背景色的 視窗 好那所以這個就是視窗的一個基本的 做法 好那我們接下來 再加一個元件給各位參考就是我們要加一個button 這個按鈕按下去呢這個視窗 我會離開 好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做這個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要加一個button按下去呢他會離開那button的話我們 假設給他一個名字叫 叫B-T-N-E-X-I-T 是button這物件的名字 他等於什麼 B-U-T-T-O-N button 按鈕出來 好那你這個button之後呢你可以給他一些文字比如說T-E-X-T 但是 所有的widget 因為你要被裝到哪裡去 所以第一個參數通常是那個容器的名字 好那你這個button是要被裝到視窗 被裝到視窗上 所以是window 這個物件你 好你要把他丟到那個物件裡面去 接下來呢你這個按鈕上面要不要字 如果要有字的話就是 比如說T-E-X-T 這文字等於什麼 好你要讓他顯示離開 Exit 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呢假設你 要讓他執行一個命令命令的英文叫command command是什麼呢 好那有些東西好就直接跟各位說明 就是如果你要把 這個視窗這個物件呢 把它清除掉 就是window Window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視窗 好 物件 好那這個物件呢我要把它 destroy D-E-S-T D-E-S-T R-O-Y Destroy 就會把它清除掉 好那這樣設定完之後呢你要把它放進去 打包一下 所以就是 你要把 VTN Exit 點什麼 Pack 這樣子 好你經過Pack這個動作呢才會把它放到這個window這個 視窗容器裡面 才可以顯示出來 我們來試一下程式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就多了一顆按鈕在這邊 那往後的教學影片我們再告訴各位怎麼樣去擺他的位置 那 一開始我們先把元件加進來那後面再介紹位置的擺放 好那我現在有一個指令 comand 是 destroy 所以按下去這整個視窗應該會不見 就是關閉的意思 按下去就不見了 好所以這邊呢 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做一個練習我們用一個label 標籤 那我們就假設LAV1 這個標籤呢他是用 Label去建構一個物件那我沒有講過 LAV Label 那第一個呢是 你要把這個元件好這個Widget放在哪一個容器裡面 Window 然後呢你要不要給那些字 好TFT等於什麼 假設我們一開始給他一個笑臉 這樣子 然後呢 你要不要給他寬度 要給他寬度就是繼續後面接著 Wid Wid的多少 那他是幾個字的概念他不是像素點 比如說你寬度是12個字 好然後高度呢 你要給他三個字 這樣子 所以你這個數字呢不能給太大他不是Pixel的概念 好那有了這些之後呢接下來你還是要把它配個起來 喔所以要把 AV1點 我把它打包起來 打包起來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知情看看會不會出現 OK 這個看到這邊有個笑臉對不對 笑臉 然後呢 這個按下去是離開 一樣的你真的這個也是可以去設定他的顏色 對啦 那你可以在這邊再加入什麼 一樣的他的概念都一樣 BG 等於什麼你看你要什麼顏色 比如說 我們用 這樣子 好那執行起來呢會是 像這樣子 偏綠的一個 Diflin欄的一個顏色在這邊 好那我們再多一個練習就是我多一顆按鈕 那那個按鈕按下去之後這個裡面的字會改變 按鈕按下去這個字會改變怎麼做呢我們來看一下 那既然是要在一顆按鈕所以我們就 再多一個按鈕 在這邊 只是我們這個名字呢把它改一下 Botten1 然後這個呢 Botten1 這樣子 好那Botten1裡面我們這個就是 假設我們叫Test 然後這個comment要執行什麼因為你不能在 應該是WindowsDestroy啊你把它摧毀掉就沒了所以這兩個都變成摧毀就沒有意義了 但是我們要改變他的字怎麼辦 他的這個字是Text 好所以怎麼做呢 那你就是要在上面寫一個函式 這個函式呢假設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set LAB text 這樣子 好那裡面做什麼事情呢我們就針對 這個LAB1 然後點config config呢 裡面他有一個屬性叫做TXT 然後把它設定成什麼 比如說Hello 我這樣好 所以我希望按這個按鈕可以去呼叫他 所以我comment後面就是韓式的名字不加括號 所以comment等於什麼set Label TXT 這樣子 這樣就好了 不用再加括號 好那我們來執行看看看看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好 那我們把它 顯示出來之後我按他 有沒有字就變回來了 那按他就可以離開 所以 透過這邊 各位開始可以去練習一些 後續的操作 比如說 我現在按這一顆他可以改這個字 那假設我還有另外一顆 是不是就可以變回笑臉 怎麼做 各位可以練習一下 按TXT出現Hello World 然後按另外一個呢 我就變成笑臉 或者 進階的各位可以按同一顆 這次按是Hello World 再按下一次就變成笑臉 再按一次 就這樣一直輪回 OK好所以這是一個 視窗程式 然後呢定位他的位置 顏色再加入 這個Button 這個Widget 還有這個Label的這個 Widget 那後續呢 我們的教學影片會一一的再跟各位 進一步詳細的介紹 這些元件怎麼樣去搭配 可以設計出 比較 方便好用的視窗工具 讓其他的程式可以去run 好以上分享 待會兒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